王小月这一年来,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,每天睁开眼,就对着我挑刺,横竖都瞧我不顺眼,虽说六年来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抱怨,但像最近这般上升到人身攻击的行为,确实让我有些受伤,她总是说我不上进,可是我在同期毕业的一群人里面已经算是佼佼者,我大学学的是材料技术。 毕业后应聘到省城一家有名的建材公司,负责全线产品的研发工作,年收入也已经达到了15万,即便这样,我依然达不到她的心理预期,她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,而我始终不能满足她,王小月的眼里透着绝望,像是一眼望不到低的深渊,她对着我缓缓开口,决绝而残忍。 她说,陈冲,这种日子我真是过够了,她说,陈冲,我们离婚吧,天天我带走,我忘了我是怎么咆哮着冲出家门的,初春的夜里风依然冷得有些刺骨,我蜷缩在公园的长椅上,一根接一根的抽烟, 就在回家的路上,我看见王小月正鸟挪地朝着商店前面的一辆车上走去,车门打开,有男人殷勤地走下来,搂着王小月旁若无人的亲吻,昏黄的灯光从半空洒落。 照在他们的身上,仿佛是上了一层滤镜,让我一时有些看不真切,直到近旁的一辆车驶过,车灯照亮了他们身前的车牌号, 我才如梦初醒,是李凯薇的车,那个男人居然是李凯薇,他竟然和我的上司勾搭到了一起。 他和我是相亲认识的,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,我回老家等待入职通知,陪着老同学去相亲,结果和同样陪同旁人相亲的王小月一见钟情, 其实准确来说,是我对他一见钟情,他长得漂亮,又随性活泼,他这种性格的女孩子,对我这种天生沉闷的人来说,是最有杀伤力的。 所以,这场相亲过后,我便有意追求他,王小月学历不高,勉强读了个大专,毕业后无所事事,身边追求者众多, 我和他正式交往的第一个晚上,便被人堵在了公园的门口,那个男孩和我年纪相仿,一身名牌傍身,社会气十足,他用手指指着我,执着地要王小月给他一个说法。 王小月看着我和那个男孩见弩拔张的样子,突然扑子一笑,他有大学文婷,你有吗? 你连高中都没毕业,怎么配得上我? 那天晚上的一场假中事没有打起来,男孩受伤的表情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 原来被人对比这一切,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,我和王小月交往以后,我成了他四处炫耀的资本,他家亲戚朋友,但凡找男朋友职业是个体或者打工的,他都要想着法子的笑话别人,回想那个时候。 我真的是他全部的自豪和骄傲啊,可是真等我进入社会了,王小月才如梦初醒,他渐渐地发现,原来离开了校园那个光环的加持,他是站在社会这个舞台上的我,平凡如蝼蚁。 他眼见着之前被他笑话的那些小姐妹一个个混得并不比自己差,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,为什么呢?为什么呢? 他渐渐地将理由归结到我身上,尤其是这一年,他居然开始学会了骂人,大好青春挑灯夜独,千军万马闯过独木桥,还以为真是个王者,哪想最后混得还不如初中的小混混。 人家小混混脱爹妈的福,出国深造一圈再回来,不费吹灰之力,摇身一变,成为公司上层,拿年薪吃分红。 而我,毕业六年,加班加点,依然是个平平无奇的领着月薪的小小技术员,想到这里,我的心头又涌现上来一股无名的屈辱和怒火,妻子出轨的画面,一次又一次地折磨着我。 我听到自己手指骨节咯咯作响的声音,我恨不得将这对男女碎尸万段,我的手机铃声把我从愤怒中抽离出来,是老家母亲的电话。 我接起,那边意外地响起了大舅妈的声音。 小冲啊,你妈晕倒了,你快抽空回来一趟,医生说挺严重的,你快回来拿个主意。 我一声不吭地挂掉了电话,快步回家收拾了行李,驱车向老家赶去,母亲的病在肝上,有些严重,值班医生建议做放化疗,前妻需要先做一些身体评估,手术时间待定,安顿好了母亲。 我才想起,自己从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,早已是鸡肠碌碌,我走出住院部,在一片霓虹闪烁里,进到一家路边摊,坐下来查看手机,王小月的信息一条一条忙不迭地挤到了我的眼前。 你死哪去了?一谈事情就跑,跟个女人似的,真让人看不起。 我告诉你,就算你跑到天边,这婚我也是离病了。 这一天经历的事情太多,仿佛所有的不幸都商量好了似的,在这一天集中爆发,我心累得不行,连针子灼具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于是我歪在板凳上,眼神空洞地拨通了王小月的电话,电话意料之中被飞快地接起,王小月的声音急切里带着愤怒,字字句句都是往我心窝子上捅刀。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,你都不接,你什么意思? 好聚好散,非得要最后撕破脸才有意思。 陈冲,当初可是你说的,只要我能幸福,你上刀山下活海都愿意,现在我不用你拼命,只要你肯签字,我就能得到幸福,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肯。 你当初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吗?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?你说话啊,别给我装聋作哑,我让你说话你听到没有? 我好累,脑子默默地,许久才转动了下眼珠,对手机有气无力地说道,王小月,离婚的事情,我们以后再说可以吗? 妈生病住院了,我暂时顾不上其他。 王小月那边有片刻的安静,随后发出了一声吃笑,且这么拙劣的借口都能想到,你当我是傻子吗? 我告诉你,别说你的妈生病了,就是她死了,也拦不住我离婚。 王小月,你不要脸。 我全身的血液急速地涌向大脑,喷勃着暴怒的火焰,我火冒三丈地从座位上跳起。 用尽力气扯着嗓子朝她吼骂,嗓子里传来火辣辣的撕裂般的痛感,我有了片刻的失声, 我连夜向公司请了一周的假,没想到第二天一早,王小月却赶了过来。 她在昨晚和我大吵一架后,通过群里的几个亲戚打探情况,一大早特意请了假过来,名义上是探望母亲,实际上则是找我谈判,如此着急。 大有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势头,她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和果兰,对母亲客气地寒暄,母亲拉着她的手,关切地续寒问暖,任谁看,这都是一处其乐融融的场面。 可是走出病房的王小月灯石变了脸,她说谈谈吧,我怀孕了,但孩子不是你的,所以离婚这是不能拖。 我满脸错愕地盯着她,内心五味杂陈翻江倒海,有一股情绪怎么压都压不住,最后那情绪冲破我的喉咙,变成了仰天狂笑。 我终于知道自己是有多蠢了,蠢到对她的出轨毫无察觉,蠢到和她的野男人做酒肉兄弟,蠢到她只是拎着东西来探虚实,我却以为她良心发现,以为离婚这件事情有转环的余地,这当头一傍来得太及时,她终于敲醒了我。 一支烟燃尽,我终于开口了,那人是李凯威吧?你都知道了。 她脸上闪现出一丝诧异,我不理睬她的反问,继续着我的话题,她就是你口里那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混混,出国镀金回来,摇身一变成公司领导的成功人是吧? 她脸上诧异的神色更甚,目光紧紧地盯着我,似乎在探究我到底知道多少,我苦笑着朝她摇摇头,难怪这一年来她变化这么大,原来是急着红杏出墙,王小月松了口气,将身体卸在座位里,摆弄着万间的一条手链。 语气里充满了嘲讽,你说的都没错,李凯威是我同学,初中就追我,我没同意,后来我考上高中认识你,她被她爸送到国外。 那时候也是傻,那么多条件好的,要跟我谈对象,我就觉得只有上大学才是本事,才有出息。 哎,现在回头想想,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年好时光。 不过也算老天怜悯,让我又遇上了李凯威,你知道我俩怎么遇上的吗? 就那次你喝醉了没法开车,我去接你,那是我第一次去你们公司,一眼就看到了从电梯出来的李凯威。 她说的滔滔不绝,像是在回忆一段幸福的邂逅,而我也终于想起来,那次公司聚餐,我醉酒没法开车,便给王小月打了电话,让她来接我。 我在车库等了许久她才下来,两颊飞红,神色慌张,我还问过她怎么了? 她说这么晚了,电梯里空无一人,她被吓到了,算算时间。 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,王小月性格变了许多,一有争执她便对我人身攻击,处处将我贬得一无是处,原来那时候起,她们就勾搭到一起了。 其实在王小月来医院之前,我心里还是有一丝幻想的,幻想她不过是一时情迷,幻想她会知反,幻想她会看在甜甜的份上,回头是暗。 可是今天,她如此坦然地坐在我的对面,神采飞扬地向我炫耀她对另一个男人的仰慕的时候,我便知道,我和她之间是真的晚了,连挽留都没必要。 我说,行,离婚吧,这两天就去办。 没什么大不了,成年人的世界里,能拿得起,也能放得下,她不爱我了,我也没必要做见自己苦苦挽留。 但我没想到,等着我的,却是王小月和李凯威的算计。 我在当天的下午,驱车离开医院,并没有回家,而是静止去了公司,递上了我的辞呈。 其实来公司之前,关于怎样面对李凯威,我预想了无数的方案,后来决定还是随机应变得好。 李凯威依然是那副和善的面容,拿着我的辞职信看了好几遍,又故作惋惜地问我,干得好好的,怎么想到辞职呢,对待遇不满意。 她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。 可我不相信王小月没有和她事先通气,所以她这样装模作样的嘴脸,让我感到极度厌恶,我甚至想扑上去将她的嘴撕烂, 再将她的眼珠子挖出来,最好再踩几脚,让她这虚伪的嘴脸烂成一滩泥。 其实我很想问问她的,一边和我称兄道弟,一边和我老不思惠,她是怎么做到这么卑鄙无耻的? 可既然她装糊涂,我也不想在节外生枝,离职后出了这道门,江湖再也不见。 想到此处,我也强压下心理的冲动,说只是想换个环境而已,离凯薇没有再多一句话。 拿起笔飞速地签好了字,我拿着离职材料去办理,最后却吃了闭门羹。 人事上告诉我,今天办理不了,让我明天再来,我不明所以,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,将资料留下,提前回了家。 我以为王小月会抓紧时间拿着材料去民政局办理离婚证的。 可是没想到推门而入,映入眼帘的是一桌子烧好的饭菜。 王小月说,离婚也不在这一时,我们吃个散伙饭吧。 天天今天送到大舅妈家里了,和前几天的穷追不舍判若两人,她殷勤地帮我不菜,给我针酒,贤惠得如同我们新婚时代。 可是会咬人的狗,从来都不叫,王小月就是那只会咬人的狗。 我丝毫不知自己已经落入了她的圈套,这场散伙饭我到底喝了多少,自己也不记得了,本身酒量就不是很好,再加上不良情绪的加持,我知道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头依然是晕晕的。 王小月钻着车钥匙,站在门厅处,催促赶紧洗漱去民政局,民政局办事效率很快,随着那枚刚戳的落定,我和王小月六年的婚姻彻底结束,从民政局出来,意外地发现李凯威居然在门口等待。 王小月上前,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,交到李凯威的手里,李凯威拿了合同返回车内,不宜汇出来,将手上一份明显盖着红章的合同递给我,这一份是你的,刘好。 我匹首夺过那份合同,看清了上面的字,是一份禁止从业协定上面的第一条清晰的写明。 一年内,我不能从事与建材相关的工作,作为补偿,公司每月给我原工资15%的待遇,如若违反,我要给公司十倍赔偿,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字处,歪歪扭扭的名字,确实是我的笔记,还摁着鲜红的手印,我脑子一片空白。 可是我清晰地记得,昨天那一摞离职材料里,根本就没有什么敬业,禁止限制,我将目光转向王小月,王小月看了看我,又带着得意的目光看向对面的李凯威,两人相视一笑,我顿时恍然大悟,昨晚那场散伙饭,原来是场红门宴。 是你,就为了这个合同。 王小月鼻子里发出轻蔑的一声哼,瞥了我一眼,得意洋洋地端向起了自己的手,阳光下阴闪闪的一片光亮,几乎要刺瞎了我的眼,李凯威上前,一把搂住了王小月的腰,斜屁着我说道,陈冲啊,其实你很有能力,最起码在技术研发这一块,算是前五吧。 你说,你这样的人离职,我作为老板,能不防着你去别的公司? 他撇撇嘴,露出一丝惋惜的表情。 陈冲,其实我还蛮欣赏你的,他是肯干,现在像你这样肯埋头做技术的不多了,哎,要不是,我还真舍不得放你走。 我无视李凯威,绕过他一步步走向王小月,我知道一个变心的女人是有多绝情,六年的时间留不住你,是我没本事我人灾。 可是你为什么这样害我?你知道这份合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?你明知道我母亲生病住院需要钱。 你为什么要逼我到这步田地?我一字一顿,咬牙切齿地走到他跟前,甩手给了他重重一巴掌,他嚎啕着倒地,李凯威扑过来和我撕打成一团。 男人的怒吼声和拳拳倒肉的撞击声里,我想起了王小月那天在医院跟我说的话,他身家百万,你有吗?你连买个好的学区房都做不到,你怎么对得起田田? 通红的一片遮盖了我的视线,倒地的一瞬间,我脑海里浮现了许多年前我和王小月约会的那个夜晚,他对拦着我们的那个男孩说, 他有大学文凭,你有吗?你连高中都没毕业,怎么配得上我?风水轮流转。 这一次,我成了被淘汰的那一个母亲的第一次治疗,被安排在一周后,没了工资收入的我,卖掉了现在居住的唯一的这套九十来平的房子,当时为了能让我尽快离婚,王小月主动放弃了这套房子, 只要了女儿的抚养权,正巧可以截我的燃眉之急,离婚的事情,我对母亲一个字都没说。 偶尔母亲问田田怎么不去看她,我也只是说田田兴趣班被排得太满了,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探望她老人家。 那一段日子,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,仿佛一夕之间,尝尽世间百味。 就在我对未来毫不抱希望的时候,一个女人找上了我,这个女人叫刘洛西,她通过行内几个相熟的业务员得知了我的近况,特意从别的城市前来找我。 那时候,我早已带母亲回了老家,母亲问起我,我就骗她说我请了年假,专门回家照顾她。 直到她痊愈再回去上班,刘洛西找到我的时候,我正灰头土脸的拿着钳子和铁丝在干活,前几天风大,母亲围鸭子的篱笆倒了。 我硬着头皮接了这活,刘洛西自来熟地从屋内搬了一个小矮凳,不顾满院子的灰尘。 坐下来等我松口,刘洛西同样经营者一家建材公司,市场份额和李凯威比起来,差了不是一星半点,一年前,她就曾托人传话,只要我能去她麾下效力,条件任我开,很诱人。 可是被我拒绝了,并不是我多么情高,也不是我对李凯威的公司多么忠诚,而是刘洛西这个公司以前出过市,还记得那是我刚毕业的时候,这个洛西集团很是红火,挖去了好多业界有名有技术的人。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,在业界树下了很多敌人,有一年,洛西被人匿名举报使用劣质材料。 这件事一公开,洛西的股价瞬间就跌了好几个点,市值也蒸发了好几亿,后来虽然重振旗鼓,但远远赶不上以前辉煌的时候了,我一直都很抵触劣迹公司,所以这样口碑不太好的企业,我自认是不敢贸然就去的。 即使现在我一穷二白,我也不会轻易就放下心中的底线,我将最后一截铁丝拧紧,篱笆修好了,我一边收拾工具,一边对刘洛西说道,请回吧,我当初不答应,现在也不会答应的。 穷人啥也没有,就还剩这点硬气了。 拿想他站起来,一脚踢翻了凳子,两步跨到我的跟前,罩着我的头,狠狠地敲了两下,硬气算个屁,真硬气就该让自己变得强大,让孩子不受欺负。 他说完,将手机举到我眼前,然后打开了一段视频,这是我上周六去兴趣班接我侄儿子的时候碰到的,好好看看,你是硬气了,你家孩子都成什么样了? 视频拍的方向是兴趣班一楼的糖果屋。 那里有田田最爱吃的水果糖,以前每次田田上完了课,都要缠着,我带他去吃,视频里只有田田和李凯威,他们并排坐在门口靠着窗户的位置,李凯威几乎将脖子朝着田田扭成了九十度,一只手搂着田田的背部,另一只手撞丝无意地在田田的腿上妈撒,视频没看完我就已经红了眼。 我怒吼着,将手里的农具狠狠地往地上一贯,顾不得换衣服,抓起车钥匙就要往外冲,连母亲在身后的叫喊声都顾不得了,这个天杀的李凯威,光天化日之下,敢对我女儿做这么猥琐的动作。 她真是找死。 脸上是讨好的笑,好甜甜,快跟妈妈走吧,李叔叔很喜欢你哦,原来就是这么个喜欢法,简直是桑尽天良。 我一边开车一边流泪,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,让我看不清前面的路。 终于就在我即将要驾驶我疯狂的汽车上高速时,刘若曦开车将我逼停在马路边,她愤怒地敲击着我的玻璃窗,朝着我吼道,你是不是疯了? 现在有血性了,早干嘛了?你以为不争不抢,成全别人自己就高尚了? 幼稚!我颓废从车上走下,蹲在马路牙子狠命地抽烟,刘若曦也给自己点了一颗烟,已在被我撞得有些变形的车门前斜辟着我,年薪五十万,另外给你公司百分之三的分红,违约金公司替你承担,同意就跟我走,不同意就当我一片好心喂了狗。 我抽尽最后一口,将烟蒂扔在地上,抬脚踩下,狠狠地撵了几下,成交,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城市,并且将母亲也一起接了过来。 在医院旁边租了个房子,方便母亲的日常体检,刘若曦将公司所有生产线的技术研发工作都委任给了我,并给我下了任务,争取到年底,能上市两到三个新品。 他还在我的建议下优化了销售团队,并且我自告奋勇,跟随市场人员去各地做调研,力求能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颖产品。 那一段日子是我最充实最忙碌的一段时光,白天我在生产线上加班加点,晚上我看着各种材料表耐心砖研,还要时不时地按照医生的要求送母亲去医院做治疗。 刘若曦松散的公司开始由下而上,变得齐心协力,当第一个新品研制出来,并得到各地经销商的大力反馈,订单像雪花一样,从全国各地飘来的时候,我露出了这半年来的第一个笑,公司新品运营到第三个月,销售部传来好消息,新品的市场份额已经占据了60%,比以往推出的任何一款产品。 都受欢迎,刘若曦建议我借着这个势头继续研发下一个新品,牢牢稳固住线下新增的客户资源,彻底打响公司的名声,这也正是我的野心,我们这个市场就这么大。 刘若曦的市场份额占比多了,相应的李凯威的市场必受重创,这是我和李凯威之间的一场尊严之战,我要让她品尝下被人抛弃的滋味,我更要向王小岳证明,在那场二选一的抉择中,她是真的瞎了眼, 后来我慢慢和刘若曦熟络起来,她才说出当年她公司出事的引擎,那个匿名举报的人就是李凯威公司的人,而当时公司内部也是被安插了李凯威的线人,所以才被栽赃陷害, 原来李凯威竟然这么阴险,知道这个消息的我发誓,要和李凯威死拼到底。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,我研发的第二种新品准备上市,刘若曦组织销售部全员出动,带着新品的试用装奔波于各大批发市场,采取地毯式扫克行动,每天都有好消息从前方传来,生产部四条生产线齐齐发动, 生产工人轮番修班,依然赶不上客户下订单的速度,刘若曦的公司渐渐打出了名堂,而我,也在行内名声剑起,李凯威通过王小月找到了我,她依然盛气凌人,指责我公报私仇,那么多产品可以研发,为什么偏偏两款做的都是他们公司的净体? 我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畏手畏脚,我迎着她犀利的目光看过去,底气十足地回答她,因为我愿意啊,我就是针对你,你有本事也可以来针对我。 她碎一口弹在地上,骂咧咧地将手里的杯子重重砸在地上,我当初就不该招惹那个臭娘们,整天跟狗皮膏药一样粘上不说,还给自己竖了这么一面劲敌。 她突然话锋一转,盯着我笑嘻嘻地说道,兄弟,你看这样行不行,哥向你赔礼道歉,以前都是哥不对,伤害了你的家庭。 王小月我不要了,我还给你,你带着王小月和田田回去,你们还是一家人。 她越说越兴奋,将凳子往前拉拉拉,试图离我更近一些,你再回来公司复职,我给你技术总监的待遇,拿年薪给你争取公司股份,怎么样? 咱兄弟联手,把那个洛西公司给挤下去,她因为兴奋扭曲的一张脸,就那么近距离地处在我的眼前。 我握紧的拳头猛然一击,她便捂着鼻子从椅子上跌落,两道黑红的血从她手掌下鼓鼓而下,有一天王小月联系上我,借田田想爸爸的名义上门找到我, 王小月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差点没有认出她,短短半年不见,她憔悴得像是换了个人,眼窝深陷,眼圈黑得连粉底都遮不住,丝毫不见从前的灵动。 并且,她和我离婚的时候明明已经怀了李凯威的孩子,现在却穿着极其紧身的套裙,丝毫不见怀孕的迹象,看来坊间那些传闻不虚,李凯威并没有娶王小月。 她只是把她当成众多情妇中的一个,而且是最难缠最死脑筋的那一个,怀个孩子,就想把人一辈子套牢,真是白日做梦,李凯威是海归不错,在公司位高权重,多金又帅气,惦记她的人多了去,可是像王小月这样,傻子倒是少见。 而李凯威对她最初的兴趣,也不过是对于已经逝去的那段萌动青春的怀念,新鲜感过了,王小月连抹布都不如,以后的日子,只要是轮到我休息的日子,我基本上都是去看望田田,她渐渐地也开始在我面前,开始抱怨李凯威的不好。 说李凯威几乎变了个人,对她也不似以前殷勤,抠搜得要命,她还要时时警惕,严防她在外面沾花惹草,她还对我哭诉李凯威现在公司状况不好,每次喝醉后回家都会打她,说着她掀开自己的袖子,我看见她的皮肤上遍布着大大小小,深深浅浅的疤痕,王小月试探着拉着我的手, 向我忏悔,求我原谅,问我她还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家,她说她已经许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家的温暖了,我不动声色地将手从她的手中抽回,断了她在我这的念想,我知道她想和我复婚,但是我已经不会再怜悯她了,她现在就是咎由自取,我知道前妻王小月现在恨透了李凯威, 于是我决定利用她的手,彻底毁了李凯威,我教她先把自己身上的疤痕拍照留据,到时候可以去警局报警说李凯威家暴,王小月很听我的话,她以为我帮她是因为我回心转意了。 借着这股劲,我告诉她,李凯威现在的公司内部肯定出现很大的问题,明明营收烂得不行,还在往外招投资,肯定是在财务报表上做了手脚,我让王小月趁现在还在李凯威的身边,赶快收集她做假账的证据,果然没过多久, 李凯威就因为做假账,偷税漏税和做阴阳合同出现在了当地的新闻上,只见她胡子拉叉,一副颓废的面容,被警察靠着双手压上了警车,后来听新闻的详细报道, 我才知道原来王小月在偷偷开电脑,往U盘上备份资料时,被李凯威发现了。 于是拎着王小月就是一顿狂揍,最后还是邻居帮忙报的警,王小月死死地攥着U盘,直到警察来了才松开手,李凯威被抓的那天我在家和刘若曦准备好好庆祝一番,还没等着饭菜上桌, 王小月却带着田田来了,我去开门时,先把田田接了进来,王小月看着借机就要跟着跨进来的时候,我连忙把门一挡,她说,陈冲,我帮你报仇了,我听你的话找到了李凯威的把柄,把她送进牢里了。 我纠正她道,你并不是在给我报仇,你是在给你自己报仇,她破坏你的家庭,骗你离婚后又不娶你,不但每天花天酒地拈花惹草,对你也开始拳打脚踢,你想摆脱她,只能去举报她。 王小月一边点头,一边继续试图往门内进,对,你说的都对,我摆脱了这个渣男,也算是给你出了一口恶心,你现在可以考虑我们复合的问题了吗? 王小月,我从来都没答应过和你复合。 我冷冷地说道,她动作一顿,原本热情洋溢的脸瞬间拉胯下来,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欺骗般,站直了身子,立声朝我呵斥。 陈冲你什么意思,你不想和我复合,那你关心我,还叫我收集李凯威家暴的证据,原来你那些关心和深情都是假的。 我朝她一笑,回答得斩钉截铁,是的。 然后果断地关上了大门,看着田田和刘若曦在一起亲密玩耍的画面,我才回过神来,原来生活本应该如此美好。